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加州迪克西山火燃燒超過27萬英畝 野火肆虐 加州緊急狀態 疏散1.5萬人 聖地亞哥管制幽靈槍支遭懷疑治標不治本 伊拉登家族落成房產近3000萬出售 首先帶您關注 隨著本週氣溫升高 加州目前最大的迪克西山火再次加速蔓延 至今已經燃燒超過27萬英畝 燒毀67座建築 來看報導 加州今年最大的山火迪克西大火 如今已經燃燒三週 本週炎熱乾燥的天氣更是加速了大火蔓延的趨勢 截至週三上午8點 迪克西大火已經燃燒了近27.5萬英畝土地 燃燒範圍目前在巴特縣和普盧莫斯縣 火勢控制35% 加州消防局表示 迪克西大火目前已被列為 加州歷史上第八大火災 報導顯示 自7月14日爆發以來 這場大火已經摧毀了67座建築物 有約一萬兩千座建築 受到大火威脅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目前有近五千名消防員 在火災現場碰滅火勢 而阿爾瑪諾湖東岸社區和度假區的民眾 已被要求撤離 今年截止目前 加州已經累計爆發了超過6000場山火 過火面積近58萬英畝 有400所建築受損 尚未有人員傷亡 另外根據報導 美國國家消防中心週二表示 全沒有超過2萬名消防員 正分別在13個州的前線 對抗97場大型山火 其中在俄勒岡州南部 一片乾燥的森林在24小時內 被雷電擊中數百次 點燃了50起新的山火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報導 再來關注 美國加州迪克希大火持續肆虐 州長已經宣布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需要疏散15000人 來看報導 隨著極端危險的天氣即將來臨 成千上萬的加州消防員 正在準備與最大規模的 迪克希大火展開殊死搏鬥 加州當局表示 週三週四天氣炎熱乾燥 伴隨著每小時40英里的陣風吹襲 其中消防部門提到 火勢在週二已經超越了一些外圍防線 導致大約15000人需要緊急疏散 有當地居民感到無奈 這場炎火從7月14日爆發 至今已經威脅數千所房屋 摧毀了67所建築物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報導 再來看到 聖地亞哥市議會在週一 批准了一項條例 將禁止聖地亞哥市的幽靈槍支套件 和零件 販售 運輸等活動 來了解 週一由聖地亞哥女市議員 馬尼逢威爾波特撰寫的 消除非序列化不可追蹤槍支條例 在市議會以8票贊成 1票反對獲得批准 這項條例將禁止市民 在城市內擁有 購買 銷售 接收和運輸 不具序號 未完成敵靶和機匣的幽靈槍支 根據加州環球報報導 這項條例也將把這些幽靈槍支的 網上與實體店販售列為非法 贊成方稱 這項條例 將有助於防止暴力罪犯 家暴傾向者和精神疾病者 以及恐怖分子輕易獲得致命武器 投下唯一反對票的市議員 克里斯凱特則認為 這項條例將無法有效提高安全性 犯罪分子仍有其他途徑獲得槍支 條例若不懲罰持有非法槍支的罪犯 就無法有效防止大規模槍擊事件 也無法加強城市的安全性 槍支領受傷也指出 幽靈槍支早已屬於違法 因此市議會的條例只是治標不治本 聖地亞哥警局的報告指出 2021上半年與幫派有關的 槍擊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129% 警方也預計 比起去年沒收的211件槍支 今年的數量將增加一倍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蓋達組織首腦賓拉登的家族成員 在位於南加洛杉磯貝萊爾社區 擁有一座豪宅 近日這座莊園首次掛牌 並以近30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來了解 位於加州洛杉磯貝萊爾 一座面積約2英亩的莊園豪宅 20年來首次掛牌出售 物業記錄顯示 這座莊園是蓋達恐怖組織 已故首腦奧薩瑪·賓拉登 同夫一母的兄弟 伊布拉辛·賓拉登所擁有 在1983年 伊布拉辛已約160萬美元買下莊園 相當於現在的550萬美元 根據房地產網站reota.com 這座物業將根據土地價值 以28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目前已在網站掛牌7天 根據上市信息 伊布拉辛已有20年沒有居住於此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時 他正在國外度假 後來因為他的姓氏聲名狼藉 便沒有再回來 這棟豪宅位在著名的貝萊爾社區 具備7間卧室和5間浴室 由於房屋無人照管和年久失修 此次售價是根據土地價值和地理位置 莊園中的多數植物已經枯萎 石頭噴泉的水早已干涸 但幾棵高大的棕榈樹還在茁壯成長 游泳池和水療中心也看似完好無損 目前房子內部的照片還沒有被公開 經過本台記者聯繫 該屋業的經紀人尚未提供回應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在東京奧運會獲得羽毛球冠軍和亞軍的台灣選手 週三返回台灣 他們在飛機上就已經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 週三 在東京奧運會上成績斐然的 中華台北羽毛球代表隊的教練和選手 乘坐華航班機返回台灣 洗貨金牌的李洋、王麒麟和獲得銀牌的戴姿穎 更被視為英雄一般 受到了機組人員的熱情接待 而在機艙外 總統蔡英文親自指派的4架幻象2000戰鬥機 也前來半飛迎接 並在空中投放熱鹽彈進行慶祝 抵達機場後 台灣體育署和奧委會的工作人員 拉起同心協力、邁向勝利的條幅 更有大批熱情的粉絲 向李洋、王麒麟和戴姿穎歡呼致意 截至週三 參加東京奧運的中華台北隊 已在羽球、舉重、體操等項目中 摘下兩枚金牌、四枚銀牌和一枚銅牌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美國和印尼宣布啟動戰略對話 這是兩國自2015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以來的首次對話 美國國務院發聲明表示 兩國承諾會在捍衛南海航行自由等方面進行合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二 和印尼外交部長馬蘇迪會面後表示 雙方討論了對北京的關係 承諾共同保護南海的航行自由 印尼是東南亞國家聯盟中最大的國家和經濟體 華府認為是遏制中共在亞洲擴張影響力的關鍵 華盛頓已向印尼捐贈了800萬劑疫苗 以及超過6500萬美元的相關援助 這次會談被認為是美國積極與東南亞國家合作 來反擊中共的一部分 新唐人記者一文上鏡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為弘揚中華藝術 近日位於聖貝納迪諾縣奇諾市的一盧會館 舉辦傳統文化畫展展出40多幅作品來了解 在南加州奇諾市的一盧會館 邀請畫家張法勝和畫家周平光 第三度共同舉辦傳統文化畫展 具備30年繪畫經驗的張法勝老師 此次共展出12幅作品 畫作以寫意的風格展現竹 石 蓮的君子風範 我畫的就是竹子 石 還有蓮 大家知道竹在中國的繪畫石裡面 它就是代表一個君子 中空有節 到陵雲處上旭心 它就代表了中國的一個君子 然後石頭 堅真實在 誠實 荷花在這個周敦儀的愛蓮說裡面 最後一句就是蓮花中之君子也 而畫家周平光老師 作畫已有長達60年的經驗 周老師從小就經常看畫家張大謙繪畫 並拜張大謙女婿蕭建初為第一位老師 周老師此次共展出30幅左右的作品 創作耗時近兩年 作品包括黃山煙雲 廬山秀色 蜀國仙山等 以表達對家鄉山水的眷戀和對傳統中國畫的追求 平光是以這個公筆畫為主 這一次平光展出來最驚人的就是它有八幅 兩米三的作品 它平均畫這一幅作品大概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八幅四大名山跟春夏秋冬 可以說是它的近一兩年來的潛心的立作 畫展將開放民眾近距離觀賞 展出時間將於8月25日截止 新唐人記者楊揚 齊諾氏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